文王的手段 周有玉柏 周王派娇格去索取 文王不给他 抱歉 不能给你 周王又派费重来取玉柏 文王就给他 卖你一个面子 娇格贤能 费重无道 文王不愿贤人得志 所以把玉柏给了费重 文王在渭水边提拔太公望 立他为军师 这是善用贤人 把玉柏交给费重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灭咒 这是善用恶人 不尊重所施礼的 不善用所戒资的 虽然自以为智 其实是迷惑愚昧的 这是极为妙的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